没关系 我这挺身的 另外一件 对不起 你帮你解释一下 来 书记好 怎么回事 姐 我来 你们怎么回事 有没有个先来后到啊 我先来的 我知道了 姐姐 对不起 对不起 您稍等 意思 来 姐姐 来 我帮你 我们可以帮你改 小蓝 你帮姐姐聊一下 好的 姐 大叔 那个 你看你需要点什么 我是冲着你来的 你就要亲自给我试 好 我马上来 我马上来 对不起 您再稍等一下 首长 我们还是先走吧 一会儿还有会呢 对 老板 我们可是来有一会儿了啊 好嘞 让小蓝帮你量一下 对不起 我帮你量一下 真不好意思让您久等 你到底是怎么做生意的 就这老头 他能买你什么 姐姐 您这么说就不对了 都是顾客 不管他买不买 我们都要一样的照顾 行 我不买了 包 姐 大姐 姐 您走好 欢迎下次光临 哎呀 看来 我把你的生意给搅了 没事的 大叔 这买东西啊 也得看缘分 您需要什么 我帮您介绍一下 我不买东西 小蓝 你到车上等去吧 试试了 哎 姑娘 我假如就想来歇歇酒 可以吗 啊 走 稍微 行了 绝对没事 哦 当然可以了 那您里边请吧 啊 来 看看 您坐这边吧 好的 姑娘 哎 你是这个店的经理吗 啊 是 怎么说 这个店是你的 算是吧 我们这是个小本经营 所以自己要辛苦一点 嗯 好 好啊 现在党和国家政府 不就号召 要自食其力 劳动致富吗 嗯 对的 对的 做得好 大叔 您真的只是来歇歇脚啊 哎 姑娘 这么说吧 如果你真是这个店的经理 那我找的就是你 找我呀 那 姑娘 我是海苑的院长 海苑院长 哈哈 你认识这个陆永福吗 那您是陆永福的 我是他爹 哎 哎 陆伯伯 小蓝 哎 茶水 哎 来来来 哎 我先烫 啊 陆伯伯 您喝水 好好好 你喝水 哎 你坐吧坐吧 哎 哎 坐坐坐 哎 坐 哎 别紧张 别紧张 啊 哎 这个告诉我 永福常来吗 嗯 他 嗯 常 哈哈 那 南家 你告诉我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陈素芬 哦 陈素芬 那 你和永福 认识多久了 认识挺长时间的了 嗯 我们以前一起在工厂工作 哦 你当过工人 对 嗯 但是是在食堂 食堂也好啊 好 这说明 你会做饭呢 啊 快一点点吧 哈哈哈 好好好 那么 你好好地当着工人 怎么突然 想开这个店了呢 啊 现在不是改革开放了吗 大家对生活的要求也高了 喜欢穿得漂亮点 嗯 我自己也喜欢 所以就开了这个店 嗯 对对对对 现在大家生活都好了啊 也提倡大家要美一点 穿得好点 很好 嗯 很好很好很好 哈哈哈 那么 你 父亲母亲是做什么的呢 啊 我父亲 他是码头工人 码头工人 啊 好 啊 这说明你出生好啊 啊 哈哈 嗯 那 那 你 你 你怎么就看上了 这 永福了呢 啊 看上了这个混角子 啊 他挺好的 嗯 啊 怎么好吧 嗯 他 嗯 心眼好 嗯 嗯 嗯 挺能干的 嗯 而且他还是一个 是一个有梦想的人 祖安 啊 呦 哎 爸 你 你怎么来了啊 啊 我怎么不能来啊 啊 啊 您能来 啊 但您事先打个招呼啊 您这不是搞突然袭击呢吗 什么叫突然袭击啊 有这么说话的吗 啊 我跟你说 你就是当上美国总理 哎 我也是你老子 是你爸 哎 爸 美国是总统 没总理 您那还院长 您什么文化水平 这 他跟着你 跟我说 我就收拾 你 你 你 吼水 吼水 哎 你呀 你呀 怎么回事 有了女朋友了 你也不告诉我一声 啊 啊 下次 让永福带着你 到家来坐坐 啊 哈哈 这这这 永福啊 不懂事了 你看你们认识 这么长时间了 也不不把人家的父母带回家里边来 我们两家老人好见见面 说说话呀 对不对 姑娘 我 我一直想把他给带家去 嗯 不是 我想找一机会啊 跟您商量商量 您同意了我 把他带家去 是不是 这用得着我同意什么呀 啊 谈恋爱是你们俩的事 你们俩愿意了 那就成了嘛 对不对 啊 怎么 你说呢 我们都听您的 嗯 你叫我爸多开通啊 哈哈 哎 姑娘 我问你 我真是想不通啊 啊 你跟我说什么呀什么 来 过来 你看 怎么 你看上这个混小子了 你告诉我 不是 你还是坐这儿呢 不是 爸 有这么闷的吗 你这行人怎么回答呢 哈哈哈哈 什么 他爸爸今天还到你店里去了 嗯 哼哼 还请你到他家去做客 做客倒是没说 不过他说让我去他们家来的 是吗 那他知不知道 你爸爸现在在他们海院的仓库里工作呀 没有 我没敢说 这就对了 这就对了 孩子啊 不是什么话都能在外头说的啊 妈 你知道吗 我原本以为啊 我觉得他爸肯定是一个特别厉害的人 我没想到那么和蔼可亲 他爸还说什么 嗯 也没说太多 反正就是一直看着我笑 这件事情啊 真是 人算不如天算 天算不如明算 我还正在发愁呢 怎么把你嫁到他们家去 没想到他就来了 他还跑到你店里来看你来了 嗯 嗯 对了 这是 他是怎么知道你的呀 我听永福说好像是因为他姐 上次我不是给他姐挑了点衣服吗 然后他姐就跟子明大吵了一架 我看之后他爸也知道了吧 你还没想到他 大吴姐 嗯 那你得当心 别这好事又坏在他手里 妈 穿这衣服真好看 你要不要吃一块 嗯 谢谢 好 我回来了 爸 回来了 爸 回来了 这么丰富啊 小叶 弄啤酒呢 好 收拾 来来来 大家坐大家坐 爸 怎么了那么高兴啊 爸 怎么了那么高兴啊 爸 今天啊 酒 我看见那个陈素芬姑娘了 嗯 嗯 你真的去见她了 对 我说的没错吧 来 先把酒满上 我有两个重要的事跟大家说 好 晚上 晚上了吗 晚上了 来来来 听到 第一件 手写名单很快就公布了 真的 真的 据可靠的小道消息说 本人可能授予少将 哈哈哈哈 很好很好 哈哈哈哈 第二件事 我们家的混小子永福 有女朋友了 哎呀呀呀 等等等等 爸 你不会就这么同意了吧 怎么了 哎呀 你都见过这女孩什么样了 你 你不会让她成为您的儿媳妇吧 这 我看见我这姑娘 我觉得挺不错的呀 哎 哎 能干 懂事 挺大方的 哎 长得 还挺漂亮 哈哈哈哈 还挺漂亮 还行 来来来来来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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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 你也太不公平了吧 干嘛 哎 你就见人家一面 就评价那么高 我个永福 是你从小带大的 你也没这么表达过我 你 你已经够漂亮了 还用表扬吗 是不是爸 再夸了 他不知道美成什么样 把他叫死你 爸 嗯 你千万不能这么冲动 我跟你说我没冲动 真的 我看一下 那姑娘还真的不错 哎 老师 永福 啊 我有几句话跟你说 啊 你听也得听 不听也得听啊 嗯 从现在开始 你一定要好好地对待人家素婚姑娘 啊 你知道我现在最害怕什么吗 啊 我就怕你犯婚 得罪人家 人家把你给摔了 不会的 他不可能把我给摔了 爸 你别忘了啊 他们家的妈妈 是资本家的女儿 你呀 你这个脑子能不能换一换 什么年代了 还资本家的女儿呢 姐吃饭吧 这饭还堵上嘴啊 吃饭吧 对对 我跟你说了 来来来 吃香 吃饭吃饭 你看 你看他女儿都比较优秀 那也就是说 他爹妈 差不多哪去 对不对 爸 有件事 我不得不告诉你 他们用什么手段 用他的 姐 吃饭吗 堵上嘴啊 这爸 等等 等等 什么事 行 别的事呢 我就不说了 但有一件事 我得告诉你 他们家利用 永福的 无知和幼稚 就让他爸 冒充我们的表舅 调到了 您的海院仓库 你 喝着给我下棋 那个老陈 就是素本的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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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现在明白了吧 他们多厉害 咱们这永福吧 还傻乎乎的 照着他们办呢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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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喜欢 你说说说 到底怎么回事 说 爸 不是他们家的主意 是我给他们家出的主意 他爸腰坏了 干不了重体力活 后来我 我给他们家出的主意 说找个工作 但是不应该冒充咱家的 表舅了 唉 哎 哎 嗯 事情以前这样了 怎么办 事情这样了 不是 餐餐库的 又不是什么重要的岗位 有你说的吗 别说了 啊 啊 好 对不起 你们吃吧 你们给我吃 我吃你就回屋坐上去 别在这待着 你 谁啊 我 我问你 你知道我是谁 你 啊 陆院长啊 你知道我是陆永福的爹 对不对 嗯 知道 知道 知道为什么不说 为什么不说 你明明知道 我就怕我那个浑小子 找不着媳妇 你也明明知道 你女儿就在跟我儿子谈恋 你是不是还爱我吗 啊 啊 怎么不是还爱我了 你早点告诉我 我这心里不就踏实了吗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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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没想到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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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 哎 你又不敢 笑笑 咱 我们俩喝两重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不行 我们现在是工作时间 谁让你现在喝了 吃饭的时候喝 哈哈哈 那行 那行 我再问你个事 你这告诉我 你女儿有没有告诉你她是 这么看上我那个儿子吗 我家素芬跟永福 看上她哪儿了 我说不清楚 这真说不清楚